你总是忙忙碌碌追求 疲惫的心你是否需要我的温柔 感情它早已变得沉重 冷暖的心你是否需要一点感动 让我来治疗你的伤痛和你的虚空 现在你不必扮演自己 放松那滚绑依旧的心理 到我的梦里面来休息 让我们把伤心抛弃 现在你不必扮演自己 放松那滚绑依旧的心理 到我的梦里面来休息 让我们把伤心抛弃 都能弹好 都能把伤心抛弃 让我们把伤心抛弃 都能招弃 让我们把伤心抛弃 你要不要 让我们把伤心抛弃 他簡直就是小精靈裡面的惡魔 對,你那個意思,你說什麼 我兒子是惡魔,你才是吸血鬼 這位太太,你自己剛剛也看到了 你這寶貝子一進來就還沒安分過 你這摸摸,你給我放下你 沒關係,就要交給我好了 吳月桐,你去休息一下 那粉官,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你小心點 他像是伊拉克的哈山 沒有問題,對付草皮的小孩 我罪行了,交給我吧 真的,小心點 沒問題 自己管笑 來,小弟,坐下 告訴我哪裡不舒服 醫生阿姨,你好漂亮喔 看起來生了活活一點病都沒有 醫生啊,你都不知道 我這個兒子是死好死壞 如果說病一花強 全身痛得不得了,好可憐耶 是這樣子啊 好,看看你的比利表 你叫寶弟啊 是…就跟我媽講的一樣喔 死好死壞 來…不要亂動,喊給我 你知道,我叫故事阿姨給你打針喔 打針,我才不怕咧 就跟蚊子丁一樣,誰怕 不怕打針呢,一起開個刀 我…我兒子要開刀啊 不要緊張啊,我是嚇唬她的 現在連病歷都沒有查出來 開什麼刀啊 來,去上面躺著 媽,我胸口好痛啊 真的,你怎麼會啊 你看到醫生啊 一痛起來就是這樣子的 不要…你再抱上床去 媽,我不要你抱的 我要醫生阿姨抱 好,我來,沒位子 看你們這小似的 對不起啊,醫院不可以抽菸 對不起… 沒關係 有親人在動手術嗎 是…是我女兒,更忙長 更忙長,小手術 不要那麼緊張啊 是…謝謝… 抱歉啊,今天誰得操刀啊 師父大夫 我們大夫是我們醫院裡 最優秀的大夫 你儘管可以放心了 是… 坐會兒嘛 好,這裡啊 哪裡… 吃點水果 不要 我不要吃這種蘋果 軟綿綿的,難吃死了 我要吃脆的那種嘛 小慧,乖嘛 幫忙忙你將就一點好不好 爸爸忙了一天了 下班了,飯都沒事就趕來看你 剛剛在街上 匆匆忙忙就隨便買了兩個蘋果 也沒有發現這不是你喜歡吃的 明天 明天爸爸就買那種 你喜歡的 又香又脆的大蘋果給你 好不好 好嗎 可是這個我不要吃了 小慧,乖 醫生說啊,你要多吃水果 來 那不要吃嘛 那… 那吃柳丁好不好 來 不要,不要,什麼都不要吃 不要… 小慧,乖啊 你不要生氣嘛 昨天才開刀 萬一傷口裂開刀 你又要縫一次啊 誰叫你要惹我生氣啊 這… 平常啊,就任性的很 這會兒生起病來啊 更像個女皇了 爸爸成立老跟班了 爸爸 你… 妹妹,怎麼樣 沒有什麼問題吧 什麼問題 有啦 謝謝你,謝謝你 我什麼時候可以出院的 他在這裡好煩喔 小慧,不要亏 來,走吧,張開,量體溫 嗯 隔膀腸只是一個小手術 只要你乖乖的,不要亂動 不要讓傷口裂開 一個星期就可以出院了 小慧,梁婷不要說話嘛 嗯,來 一切正常,沒有發傷 好,謝謝你啊 哪裡 妹妹,好好休息啊 謝謝,謝謝 來 爸 媽媽 不是阿姨 好漂亮喔 嗯 好漂亮又怎麼樣啊 你想不想追她 胡說 我哪有胡說啊 媽媽都已經過世那麼多年了 你再交個女朋友 又怎麼樣呢 好了,好了 小孩子不要胡說八道 閉上眼睛睡覺 爸爸 我剛仔細的看過她 她真的很漂亮耶 尤其是她的聲音 好好聽喔 年她一來 我一定要問她 叫什麼名字 小慧,你可不要亂來啊 人家忽視小姐那麼年輕 爸爸都已經四十出頭了 跟她相騙啊 我哪有亂來啊 人家不是說 愛情是不分國籍 不分年齡的嗎 好啦 你才十五歲啊 你懂得什麼叫愛情啊 小鬼啊 爸爸 如果喔 有一天 你遇到一個你喜歡的女人 你會不會把她娶回來 做噁心媽媽啊 小慧 小慧 你今天怎麼回事 進入一些奇奇怪怪的問題啊 爸爸 你先回答我 會不會嘛 除非 那個女人是你喜歡的 否則的話 爸爸不會娶她 這個答案 你滿意了吧 非常滿意 奇怪 從寶弟這張X光片看來 一切都很正常嘛 五段,你來幫我看看 五段 嗯 你來幫我看看 你先啊 你又什麼欺負你啊 不聊啊你這是 不聊 有這牌子嗎 我怎麼沒聽說 你來看就行了 好 我怎麼沒看到 怎麼沒看到 你還沒看到什麼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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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 是 吳大夫啊 你真有一套 你在胡說什麼啊 五月桐 藍福啊 告訴他們兩個我們看到什麼 我什麼都沒有看見 五月桐 你叫我胡說八道什麼東西 你現在來當高雄 你是誰啊 你是誰啊 我我 你們不要緊張 我沒有惡意的 你你給我出去 給我出去出去 你別笑了我的孩子 沒有沒有 我是之前醫院院長的女兒 我叫賈西斯 我我我我管你是賈西斯 還是賈西斯 你給我出去 什麼東西啊 什麼東西啊 西斯 原來你在這兒啊 院長到處找你的 玫瑰你來得正好 趕快告訴他們我是誰啊 快快快 劉太太 這是我們院長的女兒 賈西斯小姐 這樣啊 對不起啊 沒關係啦 我閒著沒事嘛 所以每個病房都巡視一下 那剛經過這兒的時候 我看到一隻小弟弟睡覺的樣子 好可愛啊 所以我忍不住就想看個仔細 沒想到把他給嚇著了 王大夫啊 我兒子的病到底檢查了怎麼樣呢 為什麼他會這樣子全身痛 是不是有鹽細胞 聽說鹽細胞會亂跑啊 劉太太你放心 雖然目前呢 從X光片 我們看不出寶弟 到底是什麼地方有問題 可是我可以給你保證 絕對不是嚴陣 對嘛 如果是嚴陣的話 他的臉色怎麼會 好痛啊 謝謝 你的手勁太重了一點 劉太太啊 如果你不放心的話呢 可以留寶弟在我們醫院裡住幾天 我們給他徹底的全身檢查 看看問題到底出在哪裡 好好好 不過希望能夠檢查快一點 要不然他這個功課 還有這個才藝班的功課 全部會耽誤了耶 他還有學才藝啊 都學些什麼啊 他學的可多了耶 還有學那個心算數學 畫畫還有鋼琴 還有作文耶 還有電腦喔 還有英文啊 對啦 對啦 英國的心 這麼天啊 詩這麼多啊 這小孩怎麼復合得了啊 要是別人的小孩喔 我就不敢講啦 要是我這個寶貝喔 她的IQ 非常好 要是這些東西 對她來講是綽綽有疑的 你知道嗎 她在學校裡面 都說她什麼咧 什麼 超人 超人 對 所以我就心甘寶貝咧 妳要趕快好起來喔 媽咪還要帶妳去學 好多東西 還要上課耶 知不知道 媽媽我都要 媽媽 走 走 我帶不來快點啦 救救我的寶貝啦 快點啦 等一下 劉太太提拿著我的手 我怎麼救她呢 對不起 有什麼需要我幫忙的嗎 我先給她檢查檢查 不動了 不動了 奇怪了 這什麼病啊 來個猛去的快 爸 陳碧 我爸呢 院長啊 一早就讓那位馬先生約出去 到海邊釣魚去了 又去釣魚了 爸最近怎麼回事啊 放在醫院裡面一大堆事都不拐 怎麼突然鳴上釣魚了呢 周末嘛 也應該輕輕鬆鬆的 再說這醫院裡有母大夫在 院長有什麼可不放心的呢 話是不錯啊 可是她總是醫院之長啊 碰到了什麼重大抉擇的時候 還是要由她來做主的嘛 我說小姐 您應該趕快給院長找一位趁龍快婿 她這把年紀也應該退休 想點清福啦 怎麼樣 陳碧您想退休了 我看身體還硬朗得很的 吳大夫 這你可弄錯了 我這個人呢是天生的勞碌命 不到我老子走不動的時候 我是絕不輕言退休的 那你剛才說是誰啊 再說我爸爸 院長 院長他怎麼了 你別緊張了 我老爸好得很啊 只是他最近啊 突然迷上了釣魚 我聽陳碧說 爸爸準備把醫院裡面的業務 統統都交出來 然後要退休想清福耶 好 小姐 小姐 我看武大夫 跟你倒是挺配的一對 哪裡配啊 你們呢 你看 一胖 一瘦 互補長短 簡直是絕配嘛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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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r advancing 大家身体好,今天不干病 好了,小慧,小慧,不要乱动 人家痛吗 小慧,麻药过了,当然会痛 你再乱动的话,万一三苦又裂开 又要再缝一次 人家痛吗,爸爸,你叫他们帮我打麻药好不好 好痛啊 小慧,乖,别胡闹嘛 那个麻药怎么可以随便乱打呢 好好睡一觉,睡醒就不痛了,好不好 那么痛怎么睡得着了 方小慧 方小慧 整家医院都听到你的声音了 你都这么大了,难道一点都不害臊吗 人家痛吗 小姐,我女儿好像真的很痛 能不能看见止痛要让她止痛啊 方先生啊,小慧的痛呢 还没有到不能够忍受的地步 止痛要吃下去,怕对伤口不太好 还是不要使用为妙 人家受不了了啦 痛得受不了了啦 小慧 小慧啊,我知道 你的痛啊,并没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对不对 但是我告诉你哦 如果你身体再这样乱动的话 万一伤口又再一次的裂开 到那个时候的疼痛,就真的要你受不了了哦 小慧,听话啊,不要乱动 爸爸,我要找别人了 我不要让她看 小慧,不许胡说 那我要回家,我不要在这里 好好好 不要生气,乖 这样好不好 等你出院以后啊 爸爸好好带你去玩两天 补偿你这些日子在他们受的罪,好不好 方先生啊 其实盲肠炎呢,也不是什么大病 只要这个动手术切除之后啊 休息一个礼拜 等伤口复原了,就可以出院了 像她这一次伤口再度的裂开 这种情形很少见的 完全都要怪你哦 是,我这个女儿啊,从小就好动 让她休息个十分钟啊,都不太可能 方先生啊,其实小慧在我们医院里面 有医生护士照顾她啊 给大家可以放心的嘛 何必天天这样医院办公室来回跑 好累哦 是是是 可是啊,我这个女儿要是我一天不来看她 她会闹翻天的呀 我知道,一定是你把她给宠坏了 小慧啊,你都这么大了 应该要体谅体谅爸爸这么辛苦啊 是不是 小慧 对不起啊,小孩给你妈 没关系,方先生你放心好了 小慧啊,一切都很正常的 好,谢谢你啊 哪里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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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大夫,王玫瑰大夫 你在哪儿,宝丁导你行回啊 我去 王大夫,王玫瑰大夫 你在哪儿,宝丁导你行回啊 我去 王大夫,王玫瑰大夫 你在哪儿 瞧 你这胡闹是吗 这里是音乐啊 你不要这样抢 你这样抢 你打扰到别人冰台里 王玫瑰大夫 你搞什么鬼啊 对 宝丁导你不要讲那个字嘛 听得多毛骨悚然的 你还凶 婷婷 今天该你执柜台班的 你刚才跑到哪里去了 我到厕所去补妆 你不要 我又是你 宝丁啊 你妈妈不在 你又在这儿捣断得出来 王大夫,王大夫 就去哪儿了 你看 你又太胡闹了是不是 没有啊 人家想你啊 你看 你把愿搞得鸡飞狗跳的 所以说 一切祸害的根源 全部都是女人 是言是言 希望各位老大姐 多多原谅原谅 希望各位美丽的小姐 多多原谅原谅 嗯 这还差不多 这还差不多 没有了 老弟安分一点 阿姨,不要生气 你那么调皮还不生气 你再不听话就给你绑起来 嗯 呸 呃 哈哈哈哈 萧萧 萧萧,我看那小孩刚刚 让我来医好了 好,就交给你了 嗯 不要啦 不要 好了好了,不要再吵了 你看他,精神这么好 我还怀疑 他身体比我还棒 哎 我也是一头雾水 全部检查的项目 他都很正常 嗯 那你们检查这个呢 还没有,你是说 嗯,我怀疑他这个有问题 哈 嗯 什么 萧萧,我儿子头脑有问题啊 哎呦 妈,我头好痛啊 我的宝贝啊 萧萧,你是不是说 我的儿子有脑炎呢 刘太太,你千万不要乱猜 你还没这回事 你的儿子啊,刚才是精力过旺 把我们全医院搞得天翻地覆了 对 是这样啊 对不起啦 我这个儿子也是很奇怪 他的那个病哦,死好死坏了 所以我今天把他功课都拿来了 公司啊,你看 妈咪哦,把你这个美术笔 还有这个毛笔 还有这个蒜盘 哎呦,妈咪,我没有办法把你这个钢琴搬来啦 对不起 妈咪,妈,我头脑 我头脑 我头脑 我头脑,我看了我头脑 我头脑 我头脑 好大的鱼啊 一定是院长自己钓的 先拿它两钓回去 是啊 陈子,你这干什么 没,没什么 这鱼跑出来了 我把它抓回去了 哎,女儿 爸 你看看,爸的银子 哇 爸 这么多鱼都是你一个人钓的 哦,有一部分是你马伯伯钓的 哦 陈碧,快把这鱼拿去厨房去 今儿晚上煮它一大锅,斗鱼它 嗯,好啊 院长 要不要在每份餐上 附上一张纸条啊 附纸条干什么 著名啊 今儿个大家吃的鱼啊 是院长亲自钓的 哎呦,陈碧啊 陈碧啊,附纸条多麻烦嘛 用广播的 对对对对 我就去跟周大姐说一声 吃饭的时候让它广播一下 哎呦,陈碧啊 你可当真啊 小姐,是你说的嘛 好啦,来,来,来,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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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闹了,快把你拿 是,是,是,院长 是 爸 你最近去钓鱼 都是跟马伯伯一起去的吗 是啊 老爸,你怀疑爸爸 不错 我怀疑 我长这么大 从来还没有听说过 爸爸会为了一切休闲的娱乐 而放弃了医院里面的工作哦 可是最近这几个礼拜啊 你老是往盖水去捧 说是说去钓鱼 其实 我朋友那看 爸每次都带鱼回了吗 哎呦,那些鱼市场里面 都买得到的啊 好,请等一等 其实我要接个重要电话 有话回去再说 来,老爸 好险,怕点穿帮 哎呦,不行啊 现在还不能说 哎呀,再说了 哎,别忘了 下个星期再替我护航啊 哎,好啊 谢谢,谢谢 爸,怎么开门啊 怎么开门啊 怎么开门啊 爸,爸,爸 爸,爸,爸 没你事儿 爸 你找女朋友了,对不对 去,去,去,去 你不把门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绝对不可能的 吴大夫 你凭什么说不可能 哼,你知道啊 院长一向生活非常严谨 思想也非常保守 怎么可能六十几岁 还交女朋友啊 对不对 哎,可是我明明听到 我爸爸跟马伯伯通电话说的话啊 很明显的 他每个星期到海边去啊 不是为了钓鱼啊 而是为了要去看一个人 他全都好像来骗我啊 哎,就算他去看一个人 也不一定是她女朋友啊 你们女人啊 就是深性多疑 嘿嘿嘿,武大夫 嗯 我觉得啊 你们男人才是天生的出之大业 你想想看嘛 如果说院长 他是去看一个普通朋友的话 他何必瞒着西施 他可以坦白地说嘛 他又何必大费周章 去串通好马波波 然后 骗西施说 他是去钓鱼呢 你们说对不对 嗯 有道理 西施啊 就在院长 交过女朋友也没什么不对啊 令唐妮去世好多年了 人年纪大了嘛 总希望找个伴 你就由她去吧 哎,我并没有反对她再娶啊 更何况我都已经二十七八岁了 难道我还怕我后母欺负我 别笑 你这种体积谁敢欺负你啊 超大啊你 好强的长分啊你 西施姐 那你是在担心什么啊 哎呀,我是担心对方的人品啊 西施姐,你这样说好好玩哦 这样出不像是院长的女儿 很像院长的妈妈哦 就是嘛 哎呀,真难得 平平总算说对了 西施,你想想看 以院长的阅历 他还需要你这个女儿 来考量他女朋友的人品吗 哎呀,这个就叫做啊 当局者密,旁观者清啊 对 万一人家是看上院长的钱财 而猛怪迷汤,那就 哎呀,骗财还好 顶多啊,就是损失一点金钱啊 可是万一我老爸 真的把感情给放下去了 对方根本就是假的 那他怎么承受得了 西施啊 事情没有弄明白之前呢 最好不要乱下段 而且呢 最好给你爸留个面子 那我该怎么办呢 难道 让他发展下去啊 有了 跟踪 有了 跟踪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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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身体好 今天不该病 耶 你发神经病啊 你练去做投手啊 谁叫你进来的 出去啦 哎呦,凶能凶 你刚才向我丢东西 我都还没跟你算账啊 你活该啦 谁叫我在我房门口 探头探导的 我无聊想找人办啊 我记起来了 你跟我同一天住进医院的嘛 你也是住在这里的病人 是啊 不像啊 你的什么病啊 消耗不良啊 你吃坏了 哎呀,不是啊 告诉你一个秘密哦 最有你的 人小鬼大 没有办法 我莫把我当做天鸭子嘛 每天塞我一堆死掉 不管我吃不吃得消耶 看你妈妈知道啊 不管他的 反正我现在很痛快啊 也不必干藏啊 你叫什么名字啊 刘宝弟,你呢? 方小慧啊 你怎么搞的啊 把东西丢了一地 人家不高兴嘛 请你给我爸爸 发一个病危通知 他再来不来看我 小慧啊 你爸爸每天公主都很辛苦的啊 你要他天天陪着你 那他将来怎么养你啊 不像你大肯定大好事啊 宝弟 这跑到这儿来了 你妈到处在找你 妈,他又来了 对啊 宝弟,你哪里不舒服啊 宝贝啊 没有关系 你说,妈在这里 快讲 妈,我好难过 我到底生了什么病啊 你们这个什么医院嘛 奇怪了 我这个宝贝住在这里三四天了 还查不出毛病来啊 刘太太,你先不要生气嘛 我们给宝弟做了各项的检查 都查不出病因来 如果你要转院的话 我也不反对了 出院就出院啦 奇怪了 我这个宝贝这样子痛得难过得要命 你们还说他没有毛病 你这个什么烂医院 什么烂医生 什么技术嘛 奇怪了 宝贝啊 没有关系 妈,带你到别家去看 我们出院 妈 我好难过 我走不动 你不要折腾我 好,那你睡,你睡 妈不吵你 好快 好费啊 刘太太啊 明天呢 我们就给宝弟做最后一项的检查 如果再查不出病因的话 我想只好麻烦你找心理医生了 什么啊 你意思是说我儿子有精神病啊 我,我的意思是说 好了啦,好了啦 什么医院嘛 乱七八糟咧 你们查不出毛病 说我儿子有精神病啊 你给我出去啦 出去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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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归啦 我自己走啊 给我乱来 徐师啊 你怎么了 你跟我来一下 好 吴月桶啊 你还记得那天在门诊的时候 把你搞了七婚八素 那个小鬼刘宝弟吗 记得 我当然记得他 这个导弹鬼 我这辈子铁忘不了他 真是 你看这是他的检查报告 各个部位都非常正常嘛 可是他老是这里痛那里痛得真奇怪耶 我看看 血压正常 心脏良好 肝宫内没什么问题 尿蛋白血红素都很好啊 对呀 他根本就是个健康宝宝嘛 等一下 他还不能算是个健康宝宝 他还是有毛病 什么毛病 我怎么没看出来 你看 他这里有三颗蛀牙 怎么又算是个健康宝宝呢 有蛤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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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好 你干什么 不能够吃 等一下 现在这是我的名片 多吃 好 好 好 又有了 名片够不够发 不要 好 好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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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点好笑 让他拆了几点水 等一下 等一下 滚在一边去 走开 走开 干什么呢 又有钱 大家赚了 好 去 哪里过 干什么 不行 打开 来 去 哇塞 这么多人 今天一定有声音上门 慢慢来啊 停 好 大家辛苦了 今天客族表现都很好 足见我们医院 对突发事件绝对有应变的能力 感谢各位的合作 中午餐厅加餐 这怎么回事 演习啊 演习 演习 那这些病患都是 给 八旺 我看今天要是门都八旺了 你改名叫失望算了 太过分了 这越来越不能共事了嘛 这样子耍我的 喝 我就知道 我一转头你们就会笑我 报酥 太臭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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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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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忙吧 好 方先生 难道这里这么悠闲啊 王大夫你好 你好 她睡着了 所以我透控下来透透气 对了 王大夫 我女儿小慧啊 不太懂事 说我常常冒犯 您多包涵啊 没什么 她只是个孩子嘛 不过方先生啊 我想跟您说一句话 希望你听得不要介意 不会的 您请说 我觉得小慧 是一个绝顶聪明的小孩 不是你太纵容她了 这个我承认 不过小慧这孩子可怜 她母亲过世的脏 我呢 因为工作忙的关系 就把她寄养在一个邻居的家里 后来我发现这孩子个性 变得很孤僻 尤其是她对人总是不信任 所以呢 我就把她接回身边 也许是这种补偿作用吧 对她提出任何要求 我都不理性拒绝 可是你不觉得 你这么纵容她 反而会害了她 妹妹 妹妹 醒醒 我们要凉几万了 来 我不要凉了 不凉怎么可以呢 赶快起来啊 我爸爸呢 爸爸在后花园跟王大夫聊天啊 你乱讲 我哪有乱讲 你不相信 我带你到走廊窗户看一看 看完你让我聊人体温哦 走 我不要去 我讨厌我爸爸 我讨厌我爸爸 你不可以让你丢东西了 你再不叫我爸爸来 我叫我爸整天也拆了 好 我叫陈南来去找你爸爸来好不好 你不要去 我天哪 那你的邻居是怎么对待她的呢 开始呢 我也没注意 后来我听人家说 那位太太 把我女儿当成丫头一样的使唤 经常为她做错一些小事情 被她打或者是挨饿的 小慧都没有告诉你这些事吗 起初我以为这位太太交得好 谁知道全是假的 小慧她所以不敢告诉我 就是因为这位太太曾经警告过她 要是事情让我知道 她的日子会更难过 唉 真可怜 这么小叫承受这种残酷的压力 难怪小慧对人就会产生这种 仇视和不信任的心理 这都怪我疏忽 所以现在我必须要加倍地对她好 让她重新建立起对人的信心跟爱 其实你这么做的结果 反而是矫枉过正 适得其反 平良心说 你这种自责的心态 反射到补偿行为上 就是错误的开始 在这样恶性循环下 小慧她就变得更任性更刁蛮 所以这根本不能怪她 因为她从来就不晓得 这个行为是不对的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以小慧这个年龄线来纠正 似乎晚了一点 不过还好她是个聪明的孩子 我想你跟她说道理 应当说得通的 好 我会试试看 王大夫 谢谢你 方先生 王大夫 快去看看吧 您女儿啊 在病房里头发脾气摔东西呢 大家身体好 今天不肝病 耶 出去 出去啦 这是医院的 平婷 我看她是发疯了 我们干脆叫精神科 那个护理人事员来处理好 好 出去 我讨厌我妈妈 讨厌我妈妈 小慧 你疯了 玫瑰姐 小慧 小慧 这里是医院 容不得你这样撒野 你这样又摔又叫的 会骚扰别的病人的安宁 你知道吗 插别人又怎么样 我高兴一下 我高兴摔 小慧 冰婷 去准备真药 给这个不讲理的小病人打一针 让她安静下来 好 我不要打针 我不要打针了 小慧 你给我安分点 要不然爸爸不管你了 宝妈 放心 记得我刚才跟你说的话 我们都是为她好 是是是 谢谢 神气什么 你来了 迟到了半个小时 房东已经饭饱了 我难过一整天 快受不了 快快快进去 老爸跑到淡水来 难道就是为了这么女人 太不可思议了 细师你回来了 都累死我了 小丽呀 你带这个病人造的X光 细师 你们发现什么线索 细师你回来了 怎么样 那女人看到没有 看到了 真的 長什麼樣 時高時矮 時胖時瘦 時老時少 要這樣瞪我好不好 我是想以院長這個條件 她的女朋友 應該插不到哪兒去 對 事情都沒有弄清楚 玫瑰啊 已經弄清楚了啦 我老爸跟那個女的 真的有關係耶 好了 那個女的啊 叫春花 她那個樣子呢 就是個鄉下人 鄉下人 院長真是有眼光 找鄉下人 這樣就比較聽話些 她可知道現代女性的厲害 是啊 吳大夫 你也可以去找一個鄉下女人呢 是啊 我是有這個打算呢 我又去找一個小學畢業的 這樣比較聽話 最好她的家的 離開馬路呢 還有兩個小時的車程最好 那不是到了中央山脈了嗎 我看差不多 你找那種女的幹什麼呀 設施衛生比較聽話呀 我要她做什麼她就是做什麼 我要煮飯的時候她就是電鍋 我要洗衣服的時候她就是洗衣機 我要掃地的時候她就是吸塵器 對啊 我看你根本不是要找老婆 你乾脆找個用人算了 其實嘛 我就想找個用人 西施啊 你跟那個叫春花呢 接觸過沒有啊 沒有嘛 我爸一進去又待好久啊 我等不住我就先回來了 再說 萬一我突然進去 發現他們兩個 怎麼樣 他們怎麼樣 幹嗎 白兵器 你那麼興奮幹什麼 我 我不是興奮啦 我是替他們緊張 緊張 那你要緊張什麼呢 太武斷 你就別打岔吧 其實啊 其實我覺得這事兒 你沒什麼好難過的 大不了花兩個錢 不就解決了嗎 不行啊 那萬一我老爸 真的跟他有感情 那我這麼做 你這麼做剛好啊 你就可以知道 他對你爸爸的感情 是真是假啊 欸欸 對對對 武斷說得沒錯 你可以試試看嘛 這些豬都好貴的 不要吃了 慢說啦 寶貝啊 討厭討厭 乖一點 你沒事你懂了嗎 我 討厭他 寶貝啊 你已經一個禮拜 沒去上了 補習班的那個學費 媽媽都繳完了 不能退的 你行啊 你自己上吧 你自己上啊 你自己上啊 快一點啊 怎麼回事 大人好險啊 寶貝 沒想到你還常用暗器的 嘿嘿 大夫 對不起啦 對不起 寶貝怎麼回事啊 又頭又叫了 唉 我也不知道 你們這個到底怎麼醫院啊 檢查半天還檢查不出來 叫他轉院他又不肯 剛才看著喔 他那個精神很好 那麼多天的英文數學沒有上 叫他算一算說 跟發瘋一樣啊 又叫又吼的把書丟了一地了 媽媽 我也這樣都欣賞 我什麼都不要啦 寶貝啊 乖子啊 不要這樣啦 我看你把寶貝給逼瘋喔 大夫啊 你就不知道啦 我這個寶貝啊 我有給他測試過智商耶 他的那個IQ啊 一七零耶 天才耶 你這些治癒車院 你給我做了一百多遍 我閉著眼鏡也有考天才啊 你不要亂講話啦 大夫啊 你要是不信喔 我叫寶貝表演一下給你看 好啊 寶貝啊 來來 背一個英國語詩給打頭聽 好溜啊 好溜溜溜 你剛剛說的是英文嗎 你遇上太中話了 你說什麼 沒有我說他的英文說得很溜 溜到呢我一個字都聽不懂 程度好像比我還好 是啊 他是天才耶 是 寶貝啊 趕快再表演個心酸喔 給打頭看 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 反正我相信你們家寶貝是天才就好了 好不好 是嘛 所以這個天才啊 用天才的教法 嗯 我不說天才 我說白痴 大夫啊拜託啦 再好好給他檢查檢查 看他這個腦子是不是有問題 叫做冰氣冰漏黃沐無常 好 來來來寶貝來來 叔叔我給你看看 來乖 我不要給你看 我要給阿姨看 你還真有眼光啊 要醫生阿姨 告訴你醫生阿姨 後面的病人排了一大堆 你一直要靠邊站著份兒 來來我幫你看 我幫你來 好 你先不出來 寶貝啊 你不能不出來了 你這樣子不出來 會悶出毛病來的呢寶貝 真的 寶貝你要聽話啊 你這樣悶一下就腦子缺氧 真的會變白痴的 來乖 來寶貝 白痴 寶貝 你現在可以的希望 你不能變白痴 你是我們寶貝的名根子 你要是有什麼三長兩生 你爸爸要我再生一個 我是生不出來 好啦好啦 別再這樣你就不要太緊張 你就讓寶貝去嘛 反正他喜歡當白痴 那你呢 他就回去再生一個 他呀 你趕緊送給我們醫院 當研究用 你看怎麼樣 大夫 你是說寶貝他沒救了 嗯 他在家悶下去的話 真的會沒救唷 寶貝 寶貝 寶貝你趕快出來 偷偷氣啦 寶貝 你只要出來 媽什麼都醫你 好不好 真的 真的 媽保證 木達公公 媽媽 你會不會比我上台語班 好啦 但是喔 也不能說全部放棄啊 挑一兩樣學好不好 媽 好 好啦 好啦 但是 英文不能不上啊 唉唷 不要不要 唉唷 你這個寶貝啊 媽想說等你小學畢業 還要送你出口去當小留學生耶 那英文要是不會那怎麼行啊 你不要跟我學畢業 我也不要練英文 我賣什麼算了啦 嗯 劉太太 好啦 好啦 這個討債鬼 媽都醫你啦 好不好 真的 你不如三回唷 是 我的小祖宗 好啊 好啊 就出來了 對呀 對呀 劉太太 你看我這激將法有一套吧 唉 我沒指望呢 耶 大家身體好 今天不肝病 耶 妹妹 發送醫生一問消息一定要好 欸 你是誰啊 先把關小生理後就告訴你 謝謝 你這樣才乖嘛 對不對 好 告訴你我是誰啊 我就是這個醫院裡面的實習大夫 我叫吳月彤 來 我怎麼沒看過你啊 那是我的主治大夫啊 我寧願讓傷口戀開十次 為什麼 好爛在醫院裡不走啊 欸 你在幹什麼啊 太遲了 傷口都癒痕了 對了 我可以割他一刀 不就成了 是誰啊 我可以割他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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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要我哥啊 你不是想賴到我們醫院不走嗎 你賴得不走的話 我們醫院才有錢可以賺啊 你賴得不走的話 我們醫院才有錢可以賺啊 對不對 都知道你是誰 一定是那個虎姑婆替我宣傳的 你別亂說話 我們王大夫人長得不但漂亮 心情又很溫柔 不可以亂說的 你是男朋友啊 是啊 你看我是不是跟他很配 吳大夫 你好可憐 你這一生啊 完了 怎麼說呢 人家故事裡都說啊 虎姑婆在吃人以前 都裝出一副非常溫柔美麗的樣子 等到獵物到手啊 他就會現出到恐怖的原型 不代步快逃命吧 你好 小輝 你又在惹麻煩是不是 爸 我想告訴你一件事就是 你們希望了 小輝 你在說什麼呀 我是說 那位帥哥啊 是虎姑婆的男朋友 你呀 根本就不是他的對手 小輝 不許胡說 對不起 我這個女兒病糊塗了 滿嘴胡言亂語 別聽她的 沒關係 而且 我也是騙她的 嗨 各位早啊 早 嗨 白袍加上粉紅花邊 那怎麼好看呢 我 我是個大男人 我還逢什麼粉紅花邊 你當我是艾美麗啊 拜託 我說是要聽她講的花邊新聞 婷婷 你的日報表好好去寫好它 好不好 是 你們這些男人啊 同樣是愛嚼舌跟無聊 我要去尋病房了 我 我大夫啊 你還不能走 因為這條花邊大新聞 跟你有關嗎 跟我 各位觀眾 為預防心血管疾病的發生 每日飲食中 應避免攝取 動物性油脂 及膽固醇含量過高的食物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